这回老皇帝倒是下了狠心,一跺脚大声道,好,朕准了,老九,这事你脱不了干系,且把玉林军的调兵符交出来吧。 玄天明二话不说,伸手入怀,掏了一只兵符出来,抬手就往天武那头扔了过去,兵符从空间划过,经过众皇子所在,八皇子玄天末的目光跟着那兵符滑动,一只眼睁睁地看着他落入天武手中,甚至还发现天武正向自己看来,刚刚他目中似乎漏了那么一点点的贪婪出来,也不知有没有被父皇收进眼底。 兵符重新归入天武手中,立即就有人建议,由同样常年在外带兵的八皇子,把这权利给接过来,可天武也有话说,怎么,你们的八殿下过完了年,不回南边去,既然这样,也好,玉林军的兵权交给老八,老八,你把南边的兵权交给老九吧,等过了年,让他去把南界给接过来,你就不用回去,留在京中统领玉林即可。 天武板着个脸,眼中透出无数金光,那个自以为聪明,想要坑玄天明一把的官员,瞬间就傻了。 原本还想着自己是帮着八皇子,做了件大事,卸了九皇子玉林军的统领之权。 从此以后,自己就可以在八皇子那里,占有一席之地,也不是个无用之人,官运总会比现在亨通许多,家中也能跟着飞黄腾达。 他原本做着美梦呢,却一下子被天武的话给打回了地狱,那人正正地跪着,下意识地又说了句。 皇上定是在开玩笑吧,天无冷亨,君无戏言。 而后看向八皇子玄天明在道,老八,正同你说话呢,玄天明已经气崩溃了,他自认自己的定力和应变能力都算是极强的,绝对不会像当初老三和老四那般傻透了枪。 可却万没想到,自己队伍里面出现了这般猪队友,这简直是坑死人不偿命。 南界的兵权,那是他努力多年为自己赚下的根基,他甚至在南边建下了小朝廷,更是与大漠中的小国有了一系列的沟通和计划。 这兵权一旦交出去,他可就失去了所有的筹码,立即从一头老虎变成了一只猫,猫爪子挠人能疼吗? 玄天明立即跪了下来,大声道,父皇,这样的玩笑万万开不得。 而臣在南界多年,对那边的局势一清二楚,眼下各方都不稳定,这种时候调换陌生主帅,与国家安定来讲,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啊,八个此言诧异。 这时,玄天明又开口说话了,南界本王年前也去了数月,八个说的情况的确属实,可本王也不是陌生主帅,在南界数月,对那头的地势局势,国事不说,了解得一清二楚,可也算是八九不离时,这要是换了旁人,怕是会乱套,但本王去,却是不会发生那样的情况的,八个无需担忧, 玄天莫恨的咬牙,九弟切莫拿大顺安威开玩笑,大胆,天舞大怒,话是郑说的,郑的话是开玩笑,他们说,让老九交出御林军兵权,老九也交了。 怎的,郑现在,让你交南界的兵权,就不好使了,是不是这些臣子们的话,比郑的话,都管用?老八,郑看你是在外头待的日子久了,都忘记了,国家还有一位君王,忘记了郑是你的父皇,一顶大帽子扣下来,八皇子知道, 今日一而再再而三的逼迫玄天明与凤宇恨二人,已经触到了天舞的底线,如果他此时不交出兵权,怕是这个场不好收,罢了,左右也计划着,年后,想办法不回南界,拖着那头大漠起事,如此正好,左右南界的兵马,也只听他一人号令,他点了头,双手托举一枚兵符,递到了天舞手中,凤宇恨觉得,自己不是最坑的,玄天明才是个做生意的高手啊,痛痛快快的交出御林军的统领权,换来了南界三十万大军, 这笔买卖怎么想都是划算的,不过唯一让他担忧的就是,这玉林军守的可是皇宫大内,边界骚乱尚且有回旋的余地,哪怕被夺了城也是,有机会再夺回来,可一旦皇宫里被人控制住,那可就是直接绑架了大顺的权力中心,这就相当于,一个人被断了手脚,还有活命机会,可被捏碎了心脏,那就必死无疑了,凤宇恒想到这里,面上又浮现了一层担忧,事情处理完, 天武终于发了话,让所有人立即离宫,包括一众皇子妃嫔,包括皇后,谁也不要陪伴,他喝多了,想回去睡了,张远扶着天武走出林子,送上玉林,就座天武坐在玉林上还念叨着,阿衡以后真的不能进宫了吗,刚才朕似乎也没答应得太死,这事还能回转吧,张远无奈地告诉他,不能回转了,皇上您刚才答应得妥妥的,以后郡主不插手朝中之事,不再进宫,甚至攻城的那家百草堂,怕是都要关门了呢,张远说着, 心里也有气,不由得低声咒骂了句,真是一群老不死的,酒店下怎么不拿鞭子,把他们都给抽上西天呢,天武冷横,你以为抽死一群大臣,跟抽死的妃子是一回事吗,抽死的妃子说白了,那是家事,抽死大臣,那可就是国事,朕虽宠着老九,但也无意做个昏君,更不愿让老九背上一个混账的罪名,罢了,这江山总是要交给下一代,让他们争争也好,阿衡是个好孩子,但既然跟了老九,这就是他必须要承受的,这一路,风波也好, 坎坷也罢,他们总得经历几轮,才能把这天下作文,朕若一路保驾护航,这皇位做得太容易,怕是往后不知道珍惜,遇到事也办不稳妥,只是可惜了,阿衡不能常进宫来,朕很是喜欢他送来的茶叶,还有他那些个新奇东西,就是陪着朕说说话也是好的,张远却是道,奴才最可惜的,还不是那些,而是郡主往后不能经常进宫来为皇上把脉,更不能那些珍奇的药,如果经理百草堂在关了,你要再有个头疼脑热的,可就只能喝回以前的苦药汤子了, 问题是苦就苦吧,见效也慢,明知道,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医术倒是治病去根儿,但宫里的御医给您看病,根本就不敢下猛药,都是些不温不火的,明明要下准下量,够了三天就能好,他们非得给拖上了十天半拉月,这不是甘遭罪吗?天武帝听了也是连声感叹,这还不算什么,最要命的就是那姚老头,听说姚家跟横丫头已经和好了,现在他家八儿子把横丫头给得罪了,依着姚老头那脾气,是怎么也不会在进宫来陪他喝酒的, 哎,怎么刚才就忘了这一茬,真是要命,早知道就是拼着做个昏君,也不能应论那些老不死的啊,真是失策啊失策,天武这头哀声叹气的,张云以为是为了凤与横,哪知他是在郁闷,自己没了酒有, 而明指宫那边,皇后带着后妃们离开,元贵人慢走了几步,经过八皇子身边时,一脸担忧地看着他,却听八皇子在他耳边轻声说,母妃莫担心,掌握了皇宫,才等于掌握了大顺的喉舌,这才让元贵人的心踏实一些,然后默默地跟着妃嫔人群离去了,剩下的人也相继离开,玄天明走至凤与横身边,乐呵呵地道,媳妇,撤,然而,实际上他的心情,却是远远不如所表现出来的这般轻松, 二人出宫之后,一同上了玄天明的宫车,望穿跟着,黄泉则带着子睿,一起去通知郡主府的宫车先行回府,才一上路,凤与横就把心中担忧说了出来,对此,玄天明也点头认同,不过还是安慰他道,也没有想得那样严重,皇宫的确重要,但再怎么折腾,也不过是在宫墙里头闹,或计不到百姓,不比边关开战,咱们能速战速决还好,一旦被对方夺了城,依着那些大漠小国的做派,势必屠城,屠城,凤与横拧起没 一丝两开来,他知道屠城代表着什么,那不仅仅是一句名不聊生所能概括得了的,他没经历过古时的屠城之战,却也闯荡过北界千州的战场,也看到过端木安国成了东宫的惨状,更何况,他在前世去过中东,从风火浪烟的废墟中,抢出伤员现场救治,看到过那些高呼所谓信仰,而做出禽兽行为的罪人们,功变固然可怕,但比起被他国屠城,却还是要理智太多了,那些大漠小国,真的会起事吗?他问玄天明,你能确定?玄天明点头? 能确定,老八跟他们做了交易,以古蜀为代表的南边诸国联合攻打大顺,造成南界混乱,他则笃定了,我会出征,所以他本人应该会找尽一些理由留在京城,南界那头不会让我站得太轻松,他手下的兵马也不会全听我的话,此战必败,且至少要是三成,而南界联合小国也将借此机会向大顺国读一和,条件就是立老八为储君,老八继位,他们之前谈妥的交易就可以进行,大顺让出南界三成给大漠联合小国, 由古蜀统一分配,你上次说,八皇子不是个遵守莫言的人,凤与恒目入冷光,还有,你就那么笃定一定会败,玄天明苦笑,老八当然不是个遵守莫言的人,一旦他上位,什么古蜀什么大漠,他会第一时间集结大顺多半人马全力攻打,绝不可能让大顺国土流失在他的手里,这也是我对他还稍微存着点兄弟情谊之处,至少最坏的打算下他登上皇位,大顺国运不会亏,可在这过程中,却不知有多少百姓要付出生命的代价,凤与恒气得咬牙, 为了一己之私,宁愿拉着那么多人陪葬,就算事后把那三成再给夺回来,可死去的百姓呢,能复活吗?他的心中还存在着人道主义,对于这种是百姓性命如草芥的人,他看不惯,所以我们要正,玄天明告诉他,你刚才问的,我可以如此笃定一定会败,那是因为我太了解他的路数,此战我若出征,你看着吧,后辈的军需药品以及粮草,绝无可能按量佩给,更绝无可能暗示送达, 很有可能就搁浅在半路,让我们的将士在前方无粮可吃,战马无草可嚼,这样如何能赢?卧槽,凤与恒直接抱了粗口,太他妈阴了,上阵杀敌,除去铠甲武器和统领战术之外,最重要的就是粮草和军需,还有必备的药品,如果这些跟不上,将士们连吃都吃不饱 如何打仗,且不说有没有力气,就是心理上也说不过去啊,人家上阵杀敌,那可是提着头的活儿,每次冲锋都有可能再回不来 送死之前,却连炖饱饭都不给吃,古往今来也没有这样的道理,断头抬上砍头之前,还给炖饱饭呢,凤与恒起的心都直秃秃,可是有什么办法?他问玄天明,你能不去吗?玄天明却告诉他,大顺的兵权到了父皇这一带,并没有下放到太多的将军手里,就连平南将军这些年都渐渐的放了权,全部归到了皇子名下 而皇子中有兵权的能打仗的,除了我和老八,就只有七哥,七哥,凤与恒咬咬牙,你的意思是,如果你不去,就只能是七哥去,那他妈的有什么区别,他简直有些控制不住内心的情绪,可却也知道怎么骂都无济于事,除非他把玄天明给杀了,否则这事儿完不了,可杀了玄天明,谈何容易,纵使他有作弊空间在手,圣王府玄天明的卧情也不是那么好闯的,不过,他眼珠一转,卧情不好闯,到别的地方转悠一圈倒也不是不行, 既然玄天明出征后被粮草,有可能跟不上,那就只能让他们自己到南边之后再行购买,而这钱嘛,行了,这些事儿回头再说,你先送我回府,天不早了,我回去歇会儿,晚上还有事,什么事,玄天明直皱眉,你又要干什么,我跟你说,老八不是当年的老三,他没那么好对付,你切莫胡来,谁跟他胡来,凤与恒笑着道,我是准备去吕家一趟,吕烟莫名其妙的中毒,这事儿我心里不踏实,晚上去查查,玄天明也知这事儿,他一直纠结着, 便也没再怀疑,把人送到郡主府门口,只嘱咐了句,你夜里行动小心些,带着搬走,凤与恒冲他笑笑,你放心,区区吕府,又不是什么虎狼之地,搬走那家伙,我带着也是累赘,你懂的,玄天明点头,没再说什么,他知道这丫头有个乾坤空间,危急之时,别人要往里头一躲,大罗神仙也找不已人,这也是他放心他单独行动的原因,二人在郡主府门口分开, 不多时,黄泉和子瑞也跟着自家的公车回了府来,经过宫里一试,子瑞一直紧锁着眉头闷闷不乐,看到凤与恒,很想跟他说点什么,却最终只说了句,姐姐好好休息,咱们明月在说话,凤与恒感叹,这孩子真是长大了呀,于是嘱咐下人,带子瑞回房,自己也带着丫鬟回了院子,才一进屋,望川就迫不及待地道, 小姐,你骗了殿下,黄泉吓一跳,小姐骗殿下,骗殿下干什么,望川一跺脚,盯着凤与恒说,小姐说夜里要去旅府,但其实,您是想去更危险的地方吧,奴婢如果没猜错的话,应该是圣王府,对不对,望川猜测凤与恒要去圣王府,可是把黄泉给吓坏了,就连搬走都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,第一句话就是,不能去,凤与恒府,为啥,太危险,我不觉得危险,他跟搬走摆事实讲道理,人和人的能力是不同的, 你认为危险的地方,对我来说如履平地,搬走被打击的一脑门子包,却还是咬着牙说了句,那也不行,说完,再看看凤与恒那一脸坚定,觉得八成是拦不住,于是补了句,除非你带上我,望川紧跟着也说,我也去,黄泉很想也这么来一句,可他擅长的是打斗,轻弓和夜行隐藏并不是他的所长,去了反而会拖后腿,所以,到了嘴边的话,也就收了回来,倒是,把自己个儿憋得不行,凤与恒也是头大,他跟那二人分析,我是去夜叹,不是去观光, 今儿也不是上元节,圣王府里更不可能有花灯,你们都跟着干什么,不明白人越多目标越大吗,望川十分纠结,这道理他懂,以前在御王府的时候,因为轻功出色,也没少干这种夜叹的事情,当然明白人越多,目标就越大的道理,于是纠结了老半天,终于说了句,奴婢可以不去,但小姐至少带上班走,望川,凤与恒提醒他,在宫车里时,酒殿下也提醒过我带上班走,后来他又是什么态度来着,可还有说要带着,望川一跺脚, 那是因为小姐骗殿下说是去右向旅府,去旅府当然没事,可实际上,你要去的是圣王府啊,小姐您必须得带上班走,如果不带上的,那奴婢现在就去告诉酒殿下,说您准备单独行动夜闯圣王府,凤与恒无奈了,他家丫鬟越来越有主意了呀,都敢去打小报告了,这往后还不得反了天,不过他也知道,望川他们是为他好,毕竟圣王府不比旁处,如果真有个三长两短, 玄天明飞风了不可,他想了想无奈地道,罢了,那搬走就跟着吧,今夜子时出发,现在还能小睡一会儿,为了怕凤与恒自己偷偷溜掉,搬走没上房,也没上树,就在他握紧的外间坐着,气得凤与恒用被子把头一蒙,心里骂上一万遍,想想不甘心,又伸出头来大声道,搬走我可告诉你,别打搜主意给我下迷药什么的,你家主子我可是神医, 你那起子迷药对我没用,一点用都没有,说完又蒙了头继续咒骂,搬走也不搭理他,就自个儿在外间坐着喝茶水,一碗接着一碗,很快就听到凤与恒的小声嘀咕传了来,哼,喝死你,喝得你不听跑毛房,看你还怎么看着我,这倒是提醒了搬走,对啊,水喝多了,肯定是要小姐的,他一去小姐,以这丫头的本事,还不得搜的一下就没了影儿,于是握着茶碗的手也放了下来,心里想着几百两银子一套的茶具,喝茶不过也就是这个滋味,没什么的, 倒是小睡了一会儿,可子时也很快就到了,凤与恒的生物中一向很准,这是在前世就养成的习惯,只要他想在一个固定的时间醒来,睡之前就会在心里反复的念叨几遍,然后在睁眼时,保准比那定那的时间早上个五分钟,这个好习惯到了古代也没有被丢弃,他坐起身,隔着厚厚的杖子穿衣裳,就听外间的搬走说,可真是心够大的,夜里要行动,还能脱了衣裳,睡得那么踏实,我乐意,凤与恒没什么不好意思的,可不像真正的古代小姐那般, 穿衣服的时候,要是听到一点男子的声音,都会觉得自己被坏了名声,对他来说,录个胳膊录个大腿什么的,那不过就是前世的吊带背心和牛仔热裤吗,满大街都是,有什么,加上着床障,当初为了方便自己随时随地进入到空间里,不被外头的丫鬟发现,特地做得厚厚的,连个影子都瞧不见,有什么可怕的,他乐呵呵的穿衣裳,一边穿,一边回了搬走,我乐意,这叫追求睡眠质量,只有睡得好体力和精神才能有保障, 不至于在行动中有闪失,搬走,可别怪我没提醒你,你都不睡一下,小心一会儿拖我的后腿,再把我跟丢了,那可不怪我了,搬走冷横,你怎么知道我没睡,我睡过了,拉倒吧,凤雨恒吃笑,你光跟那盯着我了,连眼睛都没眨一下,当我不知道,搬走发了个白眼,无力狡辩,因为他的确如凤雨恒所说,根本就没合过眼,就一动不动的盯着床障, 那聚精会神的劲儿,哪怕是飞进去的蚊子他都能看得一清二楚,他觉得凤雨恒就该这么盯,不然那丫头太鬼了,只不定就在他一眨眼的功夫人就不见了,不过,怎么可能把你跟丢了,这太损人颜面了,凤雨恒衣裳已经换好,伸手一线仗帘子,说你还不承认了,你又不是没跟丢过,忘了,那年在三皇子府,搬走嘴角抽了抽,好吧,那次的确是够丢人的,把人跟丢之后,他不敢去跟九殿下说,干脆去找了七殿下,最后还是七殿下, 把人从三皇子府里给带出来的,这丫头还好死不死地在三皇子府放了一把火,可不得不说,干得真漂亮啊,见搬走不再言语,凤雨恒笑嘻嘻地下了床,外头黄泉也端了脸盆进来,望穿到了桌上的凉茶给他漱口,食都完毕,凤雨恒这才冲着搬走一招手,嘎嘎狗,搬走听不明白,却也猜得到,是跟他走的意思,两人接着黑衣,出了房门身形一晃,就没了影子,只留两下的担心的丫头,凤雨恒的轻功说实在的,也就马马虎虎, 虎个人还行,可真要用到实战上,至少在搬走眼里,那是一点看头都没有的,所以这一路上,搬走是一边嫌弃着,一边照顾着,后来干脆抓了凤雨恒的胳膊,带着他跑,这才达到自己满意的速度,片刻之后,就已经站到了圣王府不远处的一棵大树底下,怎么这么早就停了,再往前跑几步啊,凤雨恒对这距离十分不满意,太远了,咱们又不是真的来看风景的,他皱着眉,看着远处的圣王府,目测还有五十米的距离,这搬走未免太谨慎了 不远了,搬走告诉他,圣王府范围内是三步一港五步一哨,你看现在深夜寂静,但实际上,在我们前方十步远的距离,就有三名暗卫潜伏着,所以,你说话也尽量小声些,凤雨恒这些没在抬杠,而是集中了精神去分辨搬走所说的暗卫所在,这一分辨不要紧,倒是把他给吓了一跳,圣王府的暗卫果真不是普通府邸能比得上的,怕就是皇宫的戒备,也没有这般森严,因为刚刚搬走准确的说出,前方十步,原有暗卫三名,但他却只改 反应到了两个在树上,而剩下的一个却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出来,搬走似乎知道是这结果,于是小声道,还有一个是在水缸里的,他指了指前方接边一只水缸,别以为是破旧的扔在那里荒废的水缸,那都是有意而为之,第三名暗卫就藏在那里,是一个会缩骨弓的高手,凤雨恒倒吸一口冷气,缩骨弓啊,他只听说过,却没真正的见识过,那只水缸说是水缸,可也就跟北方人的咸菜坛子差不多,很细,高矮也将过他的膝盖,一个成年人正常情况下,是绝无可能 那只水缸钻到里面,还不被人发现的,如果真像搬走所说是会缩骨弓的高手,他就不得不惊了,因为这样的高手,还都只是在府外四十米开外的距离防守着,那圣王府内又会是个什么状况呢?搬走看出他的震惊,又小声问了句,还准备进去吗?现在走来得及,凤雨恒摇头,来都来了,没有回去的道理,倒是搬走你,我觉得,你绝无进去的可能,除非暴露,搬走点头 的确,但是我能,他挑挑唇脚,你回去,我能,现在不是分个高下的时候,搬走气的牙齿,都咬得咯咯响,听我的,跟我回去,想知道什么,咱们再想办法打听,你绝不能冒险,一点也不冒险呢 凤雨恒话语中献了轻松,我说过,这世上还没有我凤雨恒进不去的地方 你们九殿下年后,就要往南界去打仗了,据说八皇子会在后方捣乱,断了他的粮草,所以,这一趟圣王府,我必须得进,搬走不明白,断粮草,跟你比较乱,我必须得进 必须得进圣王府有什么关系,问完,突然倒吸了一口冷气,你该不会想要,他说着,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,心里却是极度的震惊,这未来的九王妃,胆子也太大了吧,不行,绝对不行,他说的斩钉截铁,谁知凤雨恒却笑着说,不杀,我的确没本事在圣王府里,把他给杀了,那你要干什么,搬走急了,你到底要进去干什么,凤雨恒说,他要断我未来夫君的粮草,那我就得给我未来夫君多准一些银子,让他自己去买粮草,本郡主今晚要把他圣王府的� 带宝库给搬个空,换了银子,送夫君万里长征,说到这儿,突然一愣,随即目瞪口呆的半仰着头看向右侧,正正的说了句,酒,酒殿下,搬走下意识的往他目光锁地之处去看,也就这么一片头的功夫,他突然打了个冷战,那边没人,瞬间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,果然,在把目光收回时,原本还在他身边的站着的人,已然消失得无影无踪,要不是此时夜神人静,又在圣王府附近这么多暗威的眼皮子底下,搬走真的想狠狠地抽走, 他怎么可以这样疏忽,应该在听到那声酒殿下出口时,就意识到,这是个圈套,凤与恒除了再跟外人说话时会称一声酒殿下,当着面的他,什么时候叫过,从来都是直呼大名的好不好,他怎么能把这茬给忘了呢,搬走意识到,自己又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,可是却不知该如何补救,进到圣王府里去找人吗,说实话,他没有把握,他不是万能的,他的轻功与隐藏功夫,也没有出神入化到这种境界,虽说进趟皇宫都是行的,但却并不敢在圣王府里, 圣王府面前惩这个能,圣王府里有反映暗卫,这个是毋庸置疑的,他若此时跟进去,很有可能就成了主子的累赘,一旦他出事,以主子的性子,是一定会出手相救的,到时候,两人都栽在里面,他就是有一百条命也不够赔的,可如果不跟进去,还能怎么办,搬走急的心里窜火,再去找一次七殿下吗,圣王府这种地方,七殿下能不能进得去,他也不敢打这个包票, 站在原地自顾的想了想,最后一咬牙,无奈的轻身退后,默默的往御王府赶了去,罢了,被骂就被骂吧,杀了他也好,总比就这么扔着那个笨蛋,一个人到圣王府里去,搬走此刻的心情,就跟就义一旦,同时心里,又把凤雨恒给骂了一千遍一万遍,却不是骂他连累自己,而是骂他胆子太大,赶一个人入圣王府,万一出了点事情可怎么办,他带着这样的心情,进了玄天明的府底,采集五十步范围,就已经被御王府的暗卫盯上,但他� 拆了照面的黑金,御王府的人认出是他,便也没有去理,只是在他进到玄天明的请愿时,有人顺着风告诉他,主子在书房,于是搬走又折了方向往书房那边去,这才顺利地见到玄天明,玄天明此时正在写着大写,笔风刚进有力,却也带着一股子鼓鼓的肃杀之气,对于搬走的到来,他似乎并不意外,甚至是掀其一步开了口问道,怎么,把你主子跟丢了,搬走一哆嗦,扑通一声,就跪到玄天明面前,一句话也没说,默默地低着头等� 但是,结果等了好半天,也没听着动静,不由地抬头看了一眼,但见玄天明还在写着大字,一连写了几张之后,这才又道,不爱,你回府去,等他就好,可是,搬走皱眉,主子去了圣王府,本王知道,放心,他会平安回府,你去吧,搬走就这么被赶了出来,出门的那一刻,他甚至怀疑,凤雨恒跟玄天明二人是不是发生情变了,此时,圣王府附近五十步远处,一处虚无之中兼站着个人,正是身处于药房空间内的凤雨恒, 他以前置身在空间里,是不太能听到外界动静的,虽然也能有些细微的响动,但要是想听到真切的话语,却是没有办法,所以,他几次利用空间形式,哪怕是上次进入三皇子府邸时,也是不得不现身,才能听到对方说话,但自从空间升了急,地下军火库出现之后,他在身处空间之内,却是把外界的动静能听得的一清二楚,这给凤雨恒的行动带来了很大的便利,他此刻就是站在空间内,仔细地听着外头搬走的动静, 再确定搬走离开,这才开始下一步的行动,虽说搬走是自己人,但他并不想让搬走看到,他诡异的突闪突现,那么玄幻的所为,还是少来吧,毕竟不是当初对付端木家人时,是在树林里,好歹能掩饰一下,搬走离去,他一早已确定好前方那个藏了人的水缸距离,第一步十分冒险,他在药房里头走了十一步,然后蹲下身,右手俯上左腕, 心中默念一声出,下一秒,他仍已然重新出现在现实中,就蹲在那水缸之后,凤雨恒此时已经闭了气,且用最快的速度,又动了静的意念,一出一静间,连半息都不到,那水缸里,是一名绝世高手,却依然没有,发现任何不对劲之处,毕竟普天之下,再没有凤雨恒这样的神仙,再高的高手,也抵不过有一个作弊利器,在手的凤雨恒,他就这样利用自己的空间,一步一步算计着,每次进入之后,都找好出口,然后仔细去听遍, 确定要出现之地没有人,这才会动一面出去,当然出去之后,也是马上进来,哪怕在这半息不到的功夫,有人看见了,那也只能是认为自己眼花,因为只要凤雨恒不出来,他们即便是搜福,也是找不出他半个影子的,凤雨恒这次进来,有明确的目标,他不杀人也不放火,玄天墨的寝院,他是不会去的,他此行目的,只为一个才字,当然,如果恰好这笔材就放在寝院,那他也只好试着闯一闯,反正就算被发现,大不了就是任务失败,想抓他, 那是不可能的,但圣王府藏着财物的地方,会在哪呢,这是凤雨恒比较犯愁的事情,玄天明的财产藏于地下,入口竟是府中人工湖的湖底,会有机关让那湖水分开,人可以顺着阶梯走下去,他不知道八皇子会在什么地方藏财,如果也是那样的地方,就比较麻烦了,动静太大,根本无需防范,暗卫除非是傻了,才发现不了,不过他也可以选择游下去,但可惜,一来冬日里,湖面会结冰,二来,他也不怎么会水,三来,利用空间的话, 如果湖水太深,空间也不够地方,凤雨恒此时已经深入府心,正处在三经院的中心地带,人则是站在空间里,正琢磨是不是应该往书房走一趟,一般府中机密,不都是应该在书房吗? 这时,却听到外头有脚步声传了来,声音有些杂乱,两个人,肯定不会捂,应该是府上下人,凤雨恒跟了几步,一直走到空间尽头,才又闪身出来,然后瞬间进去,就这么一直跟着,竟也跟出了老远 直到那二人站住脚步,外头传来哗哗的声音,他这才一脸黑线,特么的原来登到茅厕了,还是南厕所,好在他在空间里,不然这场面还真是尴尬,正准备离开,却听到那两个如厕的人小声说起话来,其中一个道,殿下久未回府,却是不知府中,后山底下漏水之事,今晚公宴时,当值的侍卫,还到山底去打扫了一番,我跟着去端水桶, 这两条胳膊,累得现在还抬不起来,另一人立即接话道,最近总下雪,积雪也不怎么的,就渗到山底,亏得今日没在下,不然怕是要烟坏的那些个宝贝,你也是倒霉,怎地就偏偏从那里经过,被抓了壮丁去到水桶,最累的活迹,可不是吗,那人懊恼地道,要不是为了看一眼那小剑蹄子,我才不往后园子里头走,可不看吧,也想得慌,大过年的咱也得开开婚不是,不然殿下不知何时才回南边,还不是得可死咱们,就想着,趁殿下不在府里头, 去跟那件蹄子亲亲亲见,谁知道伙食拜完了,钱都却来了人,我没办法,只好从后山溜,另一人笑了开,看来你抖的不只是手,怕是两条腿也哆嗦呢吧,二人一阵邪笑,然后提了裤起身离开,凤雨横听得直翻白眼,府中下人跟丫鬟偷情,也是没有更好的创意了,不是花园就是假山,好歹你们找间屋子也行啊,这以后,花园子还怎么逛? 他琢磨着,自己府上好像除了暗位之外,也没有年轻的小厮,前院下人有男的,不过都是老伯,人老实,他选的应该不会错,胡闹琢磨着,人却动了起来,花园后山,虽然还不清楚具体路线,但往武经院后头,绕是没错的,这圣王府是武经的院子,跟所有皇子的府邸是同样的规模,只是内部建设看的人喜好而来,听起来圣王府后头,好像是有一座山,应该不高, 不然他怎么没注意到,那两个下人说,山底漏水,险些淹了宝贝,如果没猜错的话,应该就是圣王府的宝库没错,看来也是建在了地下,就是没建好,再不就是年久失修,居然漏了水,看来主子常年不在府里是不行,连下人都糊弄他,没有好好维护着,那么重要的地方居然都能漏水,真是的,他心里合计着,人也迅速的往后头倒腾,终于绕到后面时,却发现这里的暗位明暗的更多了,他能变得轻的,就有十个之多,这还不包括那些人, 那些他变不出来的,凤与恒也有些小紧张,刚才最后一次路头,已经看到前头的小山了,不过是一座石头山,人工堆砌的,看起来像是景观,很矮,但如果说地下是挖空的,那面积可就大了太多,他空间距离有限,想要进山去,还需要中间再倒腾一次,这一次,怕是要暴露在中间地带,如何能躲过暗位的追踪呢,他拧着没思索着,最终却是盯上了空间的二层,上二层,从半空中快速闪过一次,怕是不会有人太注意吧,毕竟什么人也不可能突然间毫无 不征兆的,出现在半空中,暗位们的注意力也不会集中到那里,当然,也不排除被发现的可能,但他动作再快一些,只要能进到空间里,应该就没问题,这是一次非常冒险的行为,凤与恒上到二层,选好出口之后,着实沉了沉心思,用了最快的速度一下闪现,在进入空间时,却是明显地感觉到,外头有一阵掠过的风声,灌空而来,他心头大惊,被发现了,空间里对于外界来说,是一处时空中的虚无,纵视那些暗位,刚刚有看到什么,此刻也是, 再寻不到半点踪迹,凤与恒呆呆地站在空间里,眼睛瞪得老大,几乎连大气都不敢出,虽然明知道,对方不可以,把他从空间里抓出来,可就是摆脱不掉这种紧张的气氛,半晌,终于外头有声音传来,的确是有个人影,黑衣,看不出男女,你确定,我们这么多人盯着,别说是人,就是飞过一只鸟也能抓到了,怎地现在什么,也没有发现,还有谁看到人影了,我也看到了,但不确定是个人,再找找,外头的暗位说着自己结论,凤与恒听得阵阵心惊, 看来半空中也是对方的注视范围那样,好在他今日不但戴了黑面巾,还用一块黑色的头部,把长发也包了起来,再加上刻意没有涂抹香水,凶也竖得紧,隐藏了女性的所有特征,这才没被人看出究竟来,他紧张地站在空间里,听着外头的人又找了一阵子,甚至还开到山底去查了一番,确定真的没有人后,这才又归了位,可还是有议论声传过来,是有人在说,如果真是有闯入者到这边来,那图的肯定是财,殿下请院那边有三十人防守,肯定无碍, 咱们就在这里守着,到了财物,肯定是要出来的,怕是对方伸手太快,咱们抓不住,那也无碍,左右只是一个人,里头没有银票,都是些金银和珠宝,一个人能搬得走多少,有人这样一说,外头其他人也就不再当回事,的确,对于他们来讲,一个人近来偷到能拿走多少,最多几个包袱,圣王府家大业大,还差你几包袱的金子,他们倒是要看看,是什么人敢有如此大的胆子,进到圣王府来,同时也暗自佩服着,能走到这里来的,定是高手中的高手, 凤宇恒此刻已经进到了那山洞里头,之前那些暗卫的话,他也有听到,却是在心里发出阵阵冷笑,能搬走多少,且看着吧,姑奶奶今日就是要把你们这地库给打结一空,让你们见识见识一个人的力量,当然,搬完之后,也不能从原路走,他会从后头绕,直接穿过院墙回家去,地库里头没有人,但却有很多水,不但地上有积水,顶壁上也在滴着,水,倒是还不及邪面, 可走几步下来,血也是湿了得透,他心里厌烦,干脆在空间里,换了双前湿的雨靴,这样才起水来,总比不邪好,这山底地库里,虽说没有人守着,但他也不能弄出太大的声响,小心翼翼地往前走了一段之后,前方立即豁然开朗,小到尽头是一片开阔地带,一间足有近三十的平方的洞屋被挖出来,堆满了木头箱子,有大有小,塞得满满,中间仅够了三人并排的一个过道, 其他地方都有箱子堆着,甚至平面占地不够,还占了空间,箱子落箱子,落了足足三层,他上前去开了一些箱子,屋一例外,全部装得满满,凤与衡都看傻了,他一直以为自己就已经是个土财主,郡主府里的财宝眼花缭乱,他有的时候都看着眼韵,后来去了豫王府,参观了玄天明的湖底宝库,却发现自己还不及人家的三分之一,如今在看着圣王府,谁是土豪利剑分晓,凤与衡抹了一把汗,也不多耽搁,意念开动, 开把空间里的柜台挪动了一下,一层的空的多出来了一些,然后再把这一山洞的箱子都给收了进去,再一看空间,好吗,整个一楼都快没有下角的地方了,于是也学着圣王府平面不够,立体凑的方法,把空间里的箱子都给落了起来,这样才显得不太凌乱,他估算不出这些一山洞宝库到底价值几何,也估算不出这一山洞宝库够不够玄天明的均需,毕竟平日里不常去街上采买,吃的用的都是府里现成的,如果能掌握物价, 他倒是可以做一个很好的战备物资统筹,不过,通过这次打劫凤与恒却是明白了一个道理,怪不得那么多人喜欢偷东西,因为偷东西来钱真快啊,就这么一下子,一个山洞空了,当然,这也就是他有这本事,正常的贼是不可能一个人偷这么多的,凤与恒出府的路线改了,直接穿山而过,从后头溜走,那些山前的暗卫一直守到天亮,也再没有看到,那个诡异的黑衣身影,凤与恒回到郡主府时,迎时过半, 几乎是刚到府门口,就被一直等在这里的班,走从半空中给抓了住,直接把人给带回院子里,这冷不丁的被抓起来,他还真是惊出了一身冷汗,不过在发现是搬走之后便也认了命,乖乖的被抓着脖领子,拎小鸡一样的拎回自己院子里,望川黄泉都在院子里来回走动着,面上焦急,一看到凤与恒回来,纷纷围了上来,就想问点什么, 却听他说,本郡主很累,想要睡觉了,黄泉一跺脚,哎呀小姐,却被望川给拦了下来,小姐已经很累了,有什么事明天再问,黄泉倒是很快就接受了,跟着望川忙前忙后的打水,给凤与恒洗漱,倒是扔了搬走一个人站在院子里,气得直咬牙,但也拿人家没办法,毕竟那是主子,而且人家毫发无伤的回来了,这说明什么,说明至少在轻功身法的造诣上,自家主子的确是比他强,而且不止强一点,已经强到神出鬼没, 让他连影子都找不到的境界上,既不如人,他还能说什么,搬走气的直接回了后院他自己的房间去睡觉,今晚罢工,两个丫头总算是侍候着凤与恒上了床榻,二人也退了出来,对视一眼,无奈的摇摇头,各回各屋睡了,凤与恒不喜欢有人守夜,更何况平日里他们也习惯了,不是暗处还有个搬走的吗?没事,却是不知,搬走闹情绪闹到一半,却是想到,应该往御王府去报个信,于是赶紧又起了身,又往御王府奔了去,不过有没有人守着, 于凤与恒来说,确实没什么影响,甚至他更喜欢没人盯着,这样他就可以无所顾忌的进入到空间里,今日刚得了那么一大笔财宝,总得好好看看,才不枉费自己提心吊胆的走这一趟,他进到空间里,也不嫌累,把那些箱子一个一个的全部都打了开,那些原本落在一起的,也被他用意念给调动下来,好在意念在空间里也可以用,不至于让他用手去搬,省了好多力气,要说木头箱子盖着,倒还没有太多的震撼质感,这一打了开,特别是所有箱子一起打开, 纵使凤与恒也有了短暂的呼吸困难,甚至产生了短暂的眩晕质感,当然,他知道这眩晕并非箱子里有毒,而是他,村里人进城了呀,太特么开眼了,满箱子都是金元宝,满箱子都是极品珠宝,闪闪发亮,亮瞎他的眼啊,没出息的趴在一箱子珠宝上,凤与恒连声感叹,太有钱了,真的是太有钱了,这还只是京中的圣王府, 那八皇子在南边住了这么多年,建立起来的小朝廷就相当于他在南界的府邸,那头应该藏着更多吧,他是不是应该偷偷摸摸地往南边去一趟,把那头的宝库也给收了,想想就过瘾,偷东西太爽,特别是偷这种人渣的东西,更爽,叫你卖国,叫你使坏,叫你梦想夺位,姑奶奶不揣你老巢,姑奶奶收你库房,你就吐血去吧, 从银石到天亮,凤与恒是在空间里,趴在这些金银珠宝上睡的,直到外头传来黄泉的敲门声,这才迷迷糊糊地应了一声,随即反应过来,自己还在空间里,赶紧出了来,迅速地把睡衣给换好,钻到被子里,然后叫了声,进来,黄泉推门而入,小姐,该起了,您今日可是说好,要往旅府走一趟的,凤与恒抱头痛哭,他还没睡够,黄泉又叫了两声,见叫不醒,再走过来掀了帐帘看他家小姐睡的这个香,便也不再叫了,左右� 怎么大事,旅燕中毒就中毒,死不死谁管啊,还是自家小姐睡觉重要,于是这丫头转身出了去,又去找望川和搬走分析,昨天晚上,自家小姐到底去做了什么,凤与恒这一觉,直接睡到晌午,还是饿醒的,坐起来的时候,自己嘟囔了一句,夜里出去折腾,是容易饿啊,然后叫了丫鬟进来事后洗漱,进来的人还是黄泉,一边看着他刷牙,一边同他说,旅府的人还真是心急,四时就来了,说什么郡主,答应了我家夫人,今日会过府一趟,奴婢是来, 接郡主的,切,什么玩意啊,求着咱们上门,还急成那样,奴婢就告诉他等着,郡主啥时候起来啥时候说,那小丫头急得在前院原地转悠一上午了,哭都哭了好几回,郡主府的人对吕家没什么好印象,凤与恒之所以答应,也是想看看,到底吕燕为什么敢在这个结果眼上中的毒,这事肯定是被害的,他总得知道凶手是谁,做个防范,但也不着急,洗漱过后,好好地吃了顿中午,这才换了身衣上,在两个丫鬟的陪伴下出了府门,那吕家的丫鬟, 哭着跟了出去,见凤与恒上了公车,这才上了吕家的马车,在后头紧紧跟着,凤与恒到吕府时,才一进院,就能闻到一股子浓郁的药味,吕夫人可是,亲自站在门口迎接,额上全是汗,也没什么形象了,显然是等候多时,一见凤与恒的公车来了,直接就跪到地上高呼,臣妇恭迎郡主,吕家是千叛万叛,总算是把凤与恒给判了来,可是亲自引领凤与恒往吕燕的院子里去,一边走一边说,一二的毒症愈发得严重 今日沉实吐了血,血里带着黑的,明眼人一看,就看得出是中毒,但来了几波大夫,就是查不出这毒到底下在什么地方,府里事后的下人也换了一批,药都是臣妇亲自煎的,连煎药的药罐子都换过了,还是不行,葛氏都快哭了,但他知道,此事不是哭的时候,只要凤与恒来了就好,就算这事的来龙去脉不说出来,他求也得求着凤与恒把吕燕给救过来,左向吕松此时正在吕燕的屋子里叹气,丫鬟来报说,吉安郡主来了, 他一快步起身迎接,很是恭敬,也是跪了下来行了大礼,凤与恒却是一摆手道,左向大人不必多礼,本郡主今日上门是来看诊的,这些礼仪能免就免了吧,说完,在黄泉望穿的陪伴下,直奔着吕燕的病他就走了去,吕燕踏边还站着个丫鬟如意,此刻看到凤与恒来了,也是连忙行礼,凤与恒却是礼都没礼他,还是可是把他扯到了一边,以免其影响凤与恒看诊,吕燕还没有昏迷,神志倒是清醒的,就是面无血色,整个 这人像是被掏空了一般,干扁的没了人形,说实话,一见他这样,凤与恒自己也吓了一跳,这才几日功夫,居然能被祸害成这样,那下毒之人,这是诚心想要吕燕的命,也是太狠了些,见凤与恒来了,吕燕有些激动,挣扎着想要起来,却怎么也没有力气,连想要抬下胳膊,抓住凤与恒的手,都没能成功,无奈,只好继续躺在榻上,不甘的望着凤与恒,深陷的眼窝里含着泪,却是倔强的没有,让其流出,郡主,他费 费力的开了口,声音微弱,却不至于让人听不到,郡主你来了就好,我不怕死,我就是想知道到底是谁害我,对不起,我知道我和八殿下的婚事,是郡主一手促成的,那里面的,究竟我不想去猜,却也明白,那本就是郡主给八殿下下的一个套,但我不计较,我喜欢八殿下,愿意嫁给他,不管是用什么手段,嫁得我都乐意,所以郡主,我是感谢你的,我们家也是感谢你的,只是没想到,会有人这么狠,为了不让皇上给我赐婚,居然想要毒死我,郡主 害我之人,也就是破坏你计划之人,你可千万不能轻易放过,这吕燕说的咬牙切齿,中毒症状并没有影响他的话语,虽然话音微弱,但气势还在,凤宇恒倒是,没有太与他计较,只是点了点头说,放心,自然是会查得清楚,然后伸手抓上吕燕的外卖掐了一阵,果然,是毒症,这毒下的明目张胆啊,来得很猛烈,也很折磨人,不会让人一下子死去,但却又会在十日之内,把中毒者彻底掏空,最后只留一副皮囊,人就像是泄了气的气球 一样,一天一天的瘪下去,直到死亡,他告诉吕燕,无解也没有解药,从中毒之日起到你死亡,最多十日,我可以帮着你把活着的日子给加长,但也绝对不会超过一个月,你会很痛苦,还不如十日死去的好,这个你自己考虑一下